我是主持謝美琦 面對近期香港的政局 無論在社會還是教會裏面 都有很多不同的聲音 甚至牧者和會友之間 教會同工之間都出現不少的分歧 甚至有人因此而離開教會 我們可以怎樣化解這場危機 繼續團結一致同心合一 香港的集會持續超過兩星期 近日警方開始清除路障 過程中和集會人士發生不少衝突 而有一群學者和牧者 發起的天馬公園緩衝討論區 已經運作了一星期 有參與的市民認為這裏 提供了一個和平理性的討論空間 這裏就有和平 沒那麼吵 空氣好些 沒那麼壓迫感 我覺得它會在多方面探討 關於這次這件事件 讓我打開眼界 覺得有很多的出路 近日的局勢 令社會出現了嚴重的對立 教會是社會的縮影 一樣面臨這個難處 有信徒就在緩衝討論區 向何志迪牧師分享到教會的情況 星期一晚 那一晚有不同教會去負責 而那一晚我早到了 早到了有一群少年人 他們忽然間打我 問有沒有牧師在 於是就和一群年輕人 聊了差不多兩小時 其實他們的心裏很大力 他們跟我說 教會完全不提這件事 甚至教會說不讓他們 理會一些示威 或者所謂表達自己的心聲 一些聚會 他們心裏很大的掙扎 究竟他們的信仰 和這個社會的關係是甚麼 事實上 何志迪牧師的教會 同工之間都因為意見不同 而產生嚴規和誤會 在訪問之後的第二晚 他就在討論區 坦誠分享自己教會 一直採取信服的方向 直至有同工 大膽表達自己的意見 《交心》只是第一步 為了更加明白同工 和信徒的看法 何志迪牧師 還用了不同的方法 拉近彼此的距離 直到這件事 大家交了心之後 而整個星期 差不多十天 我和師母都去旺角 銅鵝灣和金鐘 去看一看 他上去星期三 我覺得是一件 很奇妙的事發生 在我們教會 有一個同工 忽然之間 就跟我說 在香港的韓律師 他說 神真的出給他 要跟我說對不起 我為何要跟我說對不起 他說 他心裡邊 生氣了我十天 因為 我聲音都不出聲 經常都不說話 直到他知道我 原來這十天 我並沒有遺棄香港的局勢 我並沒有眼感 我並沒有 真的說 與我無關 坦誠溝通 嘗試體會其他人的立場 帶動何志迪牧師的教會 明白甚麼才是真正的求同傳義 叫我們擁抱 流淚 彼此認罪 我覺得 這個圖畫 就很美麗 但我們的意見 仍然都不一樣 他沒有因為擁抱之後 他跟我 或者我跟他 他可能有他的意見 我仍然有我的意見 不過愛 已經將我們融化了 不是去看 究竟我的執著是甚麼 我希望主能夠有這個轉化 轉化信徒 不要真的離開教會 而是真的為教會祈禱 為自己對信仰 對福音更多的了解 或者你曾經問過 如果今天耶穌在香港 會不會參與集會呢 如果我們問這些問題 知先 我們都不去熟讀 四福音 我們怎樣去 問耶穌會怎樣做呢 如果我們信徒 自己都不去看四福音 於是 我估計一群同工 估計一群信徒 我們說 這兩個星期 大家是盡快看完四福音 你能看得多多 但結果有些同工真的做 有些同工真的做 有些同工真的做 有些同工跟我分享 他說 他看到 馬太福音 就說 對 見到別人眼中的詞 見不到自己眼中的眼目 對 忽然間聖明又提醒他 就是耶穌不會是 有仇恨的 耶穌只會發解仇恨 就是讓上帝的說話 不是去問 究竟耶穌在香港 會不會去佔中 而是究竟耶穌如何看這個世界 耶穌如何看今天的時局 撕裂有時 逢保有時 但愿每個人都可以多走一步 嘗試走出自己的圈子 有誠意理解其他人的看法 就算意見不同 都可以贏得彼此尊重 修補破裂的關係 謝謝大家